对于三人丑恶嘴脸 叶晨直接无视 而是笑盈盈地看着若天朱雀 带瞧若天朱雀 整个人都正在了那里 发愣地看着叶晨 不敢相信所看到的 就连美眸中萦绕的水雾 也在此一刻定格了 叶晨 那是叶晨 纵是过了百年 那张脸庞 却依旧如记忆里那般清晰 她的气血比任何血脉都磅礴 或真价实的荒谷圣体 一百年了 也来无恙 叶晨一笑 手掌轻轻放在了若天朱雀的浴尖上 灌入了滚滚晶圆 替她抚灭体内的伤痕和杀机 是 一百年了 发愣地若天朱雀被惊醒 笑忠却带着沧桑 昔年离别 至今可不就一百年了吗 岁月如刀 让人感慨 竟还是老熟人 如此 黄泉路上可做的伴 两人谈话之时 须天之上响起了音笑声 那紫衣准圣王又一次抬手压来 而黑衣准圣王和白衣准圣王 依旧封着四方 时刻准备出手 真喜欢你撒着德行 叶晨气了一声 一脸不以为然 不带紫衣准圣王的遮天大手压下来 他带着若天朱雀 盾入了黑洞 消失了 紫衣准圣王双某猛的一咪 黑衣准圣王和白衣准圣王亦是如此 饶视他们的修为和眼界 也未看出丝毫端倪 然 正当三人皱眉时 消失不过一瞬的叶晨和若天朱雀又回来了 是的 又回来了 而且各个身形狼狈不堪 特别是叶晨 圣区已是鲜血淋漓 最吓人是胸前的血洞 灿灿筋骨都曝露在外了 真贪娘的尴尬 叶晨亮呛着身形 捂着仙伦左眼 狂吐着鲜血 不错 他们在空间黑洞遭遇了强大的存在 连六道仙伦眼都受创了 得亏他逃得快 不然再多留一秒 他俩直接就上黄泉了 若天朱雀也好不到哪去 本就受伤颇重 此一瞬 气息更是萎靡到了极点 神色惨白无比 他依稀记得黑洞中那可怕的画面 一座青铜骨棺 暂发着冰冷寂灭的气息 险些将他们碾灭 莫要管我 你逃吧 若天朱雀稳住了身形 强行凝聚着气血 眉心还显化了一道古老的印记 似是一种强大的禁忌秘法 要拼死为叶晨挡下那么一瞬 以便叶晨能借机逃出升天 逃也得带上你 不然哪天见了玄辰十足 他还不一脚踹死我 叶晨也站稳了脚跟 擦拭了嘴角鲜血 气血也在生疼 逃 依旧是紫衣准圣王 笑得阴森戏虐 第三次探出了大手 就数你跳得欢 等那日老子强了 一掌呼死你压的 叶晨一声大骂 将若天朱雀带入了混沌顶 二话不说 转身就逃 拿走 白衣准圣王冷笑 扶手撑开强大结界 封尽了虚天 给我开 叶晨如一头蛮龙扑来 一拳融合诸多秘法 加持了混沌道泽 红穿了那结界 饶是白衣准圣王 都被震得闷横后退 戴琪稳住身形 叶晨那肆意跳脱出去 如一道流光飞窜 混蛋 紫衣准圣王和黑衣准圣王 勃然震怒 不分先后追去 值得一说的是 无论是紫衣准圣王 还是黑衣准圣王 在追杀叶晨之前 都纷纷瞪了一眼那白衣准圣王 连一个准圣戟都阻拦不住 你怎么不去吃屎 还想分荒谷圣体的宝藏 不要脸 被他俩这么一瞪 最主要的眼神 还是那般比喻 白衣准圣王老脸顿时火辣辣的 堂堂准圣王 没能拦住一准圣 的确丢人 杀 越想越气 白衣准圣王也踏天追去 如疯子一般 速度尽快过紫衣和黑衣准圣王 可谓是煞气通天 其面目凶宁可怖 飘渺的夜 因四人的追与逃遍的格外热闹 好好的一片磅礴山脉 愣是被这四个祸 搞得天翻地覆 飞驰而过 就只剩废墟 再见你 着实让老神意外 混沌顶中 若天朱雀唏嘻地看着夜晨 眉眸中满是惊艳之色 玄辰若知晓 也必定欣喜 可寻到玄辰十足了 夜晨饶有兴趣地 看了一眼顶中的燕妃 未曾寻到 若天朱雀无奈一笑 多方打听 无一人见过她 也无一人知晓她的存在 本想去他方继续寻 却遭了乐难 若我说玄辰十足 在百年前去了大楚 你可信 夜晨悠悠笑道 大大楚 若天朱雀愣了 表情有些精彩 不精彩就怪了 老娘在朱天万玉 苦苦找寻一百年之久 你竟是跑去了大楚 我在百年见过朱天剑神 夜晨笑着解释道 天魔入侵之事 昆仑须已是知晓 这才与大楚皇者上路去寻大楚 此刻多半已寻到 或许已在回归的路上 约莫估计需几百年时间 原是如此 若天朱雀又是一笑 神色有些迷离 岁月太过久远了 她已忍不住立刻相见的心绪 可惜还要空等几百年 几百年而已 于修士而言 转瞬即逝 夜晨不由地笑了笑 你我是同类人 不用这般安慰 若天朱雀收回了迷离的思绪 又一次看向夜晨 这百年来 围巡他们 吃了不少苦吧 这也是另类的修行 已是习惯 夜晨耸了耸肩 很是洒然 荒谷圣体 夜晨话刚落 电文前方响起惊一声 那是黑压压的一片修士 乃是跑来看戏的 得见夜晨 多不由地愣了 竟不知智 尊诚出动三尊准圣王追杀的人 竟是被通缉的圣体 闪开 夜晨一声大喝 如意到神盲冲过 许是他速度太快 以至于迎面跑来看戏人 被他这么一冲撞的是 七零八落的 不少人都在揉眼睛 满眼皆是乱窜的星星 头晕眼花的 滚 为等那些人站稳 三尊准圣王便到了 以至于七零八落的人群 又被撞得漫天乱飞 多有人扛不住准圣王的威压 当场化作血雾 连元神也难逃寂灭 飘渺星空 染了诸多血 撒处上 前方顿逃的夜晨 不由地回首瞟了一眼 眼见漫天血雾 不由地咧了咧嘴 跑来看戏的人 此番可是遭了大殃 不能再动天道 落天朱雀传音道 如此下去 多半被追上 动不了 夜晨无奈地摇头 轻轻抚摸了一下仙伦眼 先前黑洞中的青铜骨关 重创了仙眼 短时间内 无法再沟通黑洞 这还真是小心 落天朱雀话到嘴边 便豁然轻斥了一声 不用他提醒 夜晨也已发觉 那是白以准圣王眉心 射出的一道乌芒 仔细去宁看 台剑是一条漆黑的锁魂链 速度奇快无比 那是一尊可怕的法器 而且是圣王级的 通体都烙印着古老的符文 有怨灵祭炼 有封镜和祭灭之威 专门针对元神真身 一切都来得太快 饶视夜晨事先有所察觉 但还是当场中招了 被那诡异的锁魂链 突入了他的神海 而后直奔他元神真身 夜晨低吼 都动手在神海中的 丹祖龙魂和帝爵 抵挡那锁魂链 还真别说 丹祖龙魂和帝爵 的确不负他所望 与混沌神鼎配合 打退了锁魂链 三者就堵在那里 将夜晨神海兽的 固若金汤 短暂瞬间 黑一准圣王 和紫一准圣王 也不分先后杀到 介于夜晨盾陶本领其高 二人上来便为留守 各自祭出了强大法器 夜晨跪了 被压得一阵烈解 三尊圣王兵 将其圣区都撵得崩裂 有鲜血喷勃 每一缕都甚为刺目 险些当场被镇灭虚天 不过 未能在第一时间将他镇压 便给了他喘息机会 强大的圣区再次汇聚 血脉河道则奇颤 定生生地顶起了三尊圣王兵 三尊准圣王皆被震退 神色第一次变了 夜晨之强 远超他们的预料 的确如传闻 那般强的离谱 又比肩准圣王级的战力 想到这里 三人脸色纷纷一冷 主要是夜晨的经验 让他们恐惧 如夜晨这等人 一旦给其足够的时间 他年绝对是一代万古剧情 他若成长起来 便是至尊城的恶难 必须扼杀在摇篮中 有种单挑 被围在了中央 夜晨拎出了霸龙刀 骂的是唾沫星子 漫天乱飞 撒准圣王干我一个准圣级 还要不要脸 赢了才是我王道 白衣准圣王冷笑 豁然动手 一掌推出一片血海 卷着滔天杀气 演得虚天轰隆 翻滚着卷向夜晨 去你姥姥的王道 夜晨大骂 一步踏碎了虚天 一刀八荒 劈开了那血海 翻手一掌倒转了乾坤 打得白衣准圣王吐血 一起上 黑衣准圣王 和紫衣准圣王 自两方袭来 一人手捏阴阳翼 一人指掌太极盘 隔空压向夜晨 欲要一击将其镇压 夜晨干脆不说话了 轮刀就上 一刀八荒 融合上百中的秘术神通 斩破了阴阳翼 却还未等转身 就被太极盘压的鲜血狂吐 同一时间 白衣准圣王又来捣乱 身形鬼幻 顺身杀至百战外 欲动锁魂炼 欲要拘禁夜晨原神 却被单阻龙魂和地爵打退 大战顺势开启 夜晨被堵在了一方虚天 一人单挑三尊准圣王 虚天在崩塌 大地在炸裂 虚无空间更是寸寸混乱 法则与神通交织 勾勒出一幅幅庞大的异象 虽是绚丽 却带着祭灭 可以得见的是 纵夜晨站立逆天 却还是被压制 被三尊准圣王干得血骨淋漓 几次都险些被生批 都被其硬生生地扛住 相比他而言 三尊准圣王虽好了太多 却也是狼狈不堪 而且是越打越心惊 他们还是太小看了荒谷圣体 这一脉自古 便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随便拎出一尊 都是谱写神话的狠角色 大战的画面是浩大的 也是触目惊心的 一准圣独战三尊准圣王 却未被当场镇压 这在诸天万玉从未心里 夜晨乃独一份 见过调的 没见过这么调的 看戏的修士追上来了 眼见这天崩地裂的画面 顿时脸色苍白 这种级别的战斗太凶狠 与这相比 先前大战三家神子 就是闹着玩的 有人唏嘘了一声 也难怪太清宫近二十万修士 也没能拦住荒谷圣体 自来了这玄荒大路 圣体干得惊天事 是一剑更甚一剑 老夫这掐指一算 至尊成这三尊准圣王 拿不下荒谷圣体 不知飘渺宫和太清宫的强者 是不是在路上 这若来了 那才热闹 不少人小声嘀咕了一句 说着还不忘瞟了一眼四方 这一看可不要紧 遥远的东方天际盾 有滔天云雾在翻滚 纵是隔着很远 却依旧能听闻轰隆之声 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一般 战骑摇天忽裂 其上刻着的三个大字 莫是做其灵兽 阵仗丝毫不比太清宫小 铺天盖地 亦是一杆战骑 三字也是那般醒悟 飘渺宫 莫急 还未完 蓝方天穷也震荡了 至尊城的强者也跑来助阵 虽无准圣王领头 可阵容也极其庞大 一路撵得虚天轰隆 三家似有某种默契 一个个玩命飞来 多是怕其余两家 率先夺了荒谷圣体的宝藏 他们大牢远跑来 为的可不就是这些吗 眼见三家沙来 四方修饰皆色变了 当即顿走 生怕遭了余波 他们看得到 叶城自也看得到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捕捉到了不止一尊准圣王的气息 如此阵仗 饶是圣王也得暂避锋芒 偏偏 六道仙伦眼遭重创 此刻在自封状态 不得动用天道脱身 想到这里 叶城那还敢搁这浪 硬生生挨了一剑 直接转身开盾 拿走 黑衣准圣王一声冷哼 一步挪一堵上前来 欲动圣王法器压来 叶城没空搭理他 施展缩得成寸躲过 但还未站稳 便被紫衣准圣王 一掌掀翻出去八千丈 将一座巍蛾的山峰 砸得轰然崩塌 别说 紫衣准圣王这一掌 倒是帮了叶城 直接把他打出了包围圈 但见碎石纷飞中 叶城跳了出来 连滚带爬的 直奔北方逃去 三尊准圣王气血滔天 紧紧追杀 而且 白衣准圣王和黑衣准圣王 都还不忘狠狠瞪了一眼 紫衣准圣王 你压得 是不是成心的 不会瞅准了再打 一掌就给干出去八千丈 吃饱了撑的吧 扯淡 真正奔杀而来的太清宫 和飘渺宫准圣王 也纷纷大骂 顿时一个绚丽的大飘移的 无论是打南边来的 还是打东边来的 亦或者打西边来的 此刻都无一例外的 朝着北方 须天追杀而去 这次 患紫衣准圣王老脸发烫了 面目猙獰 咬牙齐齿如恶魔 天地动荡了 被如潮如海的修饰 撵得轰隆 阵仗不是一般的厚大 现状 夜尘哪还敢回头 燃烧了气血 拔命的施展缩的成寸 后面那是一帮畜生 一般被追上 会被吞得连骨头都不剩 热闹了 这次真热闹了 如此大动静 有来更多修饰 这里的事 也如长了翅膀一般飘向四方 但凡听之者 脸色都会大变 小灵娃和蛮山他们 也被引来了 远远看去 各个唏嘘 扎舌家咧嘴的 夜尘就是夜尘 走哪哪有事 而且 阵仗都出奇地庞大 不过 看归看 他们可没愣头轻地冲过去救援 去了也是白去 还徒增夜尘压力 很自觉地以为 夜尘开顿的本事天下无双 的确 夜尘开顿的本事绝世无双 而且姿势 也很霸气侧漏地说 这该是怎样一幅画面 这么多的强者 其中不乏准圣王 竟只为追杀一准圣集 不用去看 仅仅想想 就慎感滑稽和讽刺 随着轰隆升起 又一座大山崩塌 百是被紫衣准圣王一掌碾他的 要说这么多人 引他跑得最快 而且脸色难看地离开 若非是 他那吊炸天的一掌 夜尘也不会被打出包围圈 心里怒得很 可惜 他如今这一掌依旧狠掉 却并未击中夜尘 被夜尘躲过 夜尘如今可没打回去接着干 就是一门心思的开盾 往北方一路飙飞 因为其他三方皆有强大追兵 只有北方没有堵截 如此 这一追一逃 动静其大 所过之处 大山崩塌 长川倒流 就连不少古城都遭了羊 但凡他们走过之地 皆是废墟 谁会想到 这场追杀 持续了三日还未停歇 有细心人案自盘算了一下 这前后起码都有千万里了 已追出三家的势力范围 然 屹立强大的太清宫 飘渺宫和太清宫抢者们 依旧未曾放弃 还在玩了命地追 一副不追到你压的 就跟你性的架势 叹戏的人也不是一般的闲 三家追杀夜尘追了千万里 他们愣是追了千万里 不知道的 还以为夜尘与他们 还有杀父之仇呢 第四日悄然来临 不少人都放弃了 扛不住了 个个弯着腰大喘粗气 对着夜尘逃跑的方向 竖起了大拇指 你探娘的牛逼 第五日随即到来 夜尘连滚带地 吞了不止多少丹药 却依旧未能甩掉身后的追兵们 前方一点米粒之光显现 随着距离不断拉近 才知是一个人 那是一个老头 更准确来说是个小老头 个头约莫不到一米 盘坐在一个紫金葫芦上 那嘴边两撇八字弧顶有意思 准地虽然隔着很远 夜尘却依旧能感知到 那隐晦的气息 那种气息无法模仿复制 与天地相契合 也只有真正的准地级才具备 夜尘看他时 也恰巧那紫金葫芦上 小老头掀开了眼皮看来 然 让夜尘无比猛逼的是 那准地级的小老头 看到夜尘面容时 竟是想都没想扭头就跑 那开顿的姿势 才是真的霸气侧露 妈妈呢 夜尘的确猛逼了 看着跑得比兔子 还快地准地小老头 饶食他的睿智 脑袋瓜子一时间 也没能转过弯来 我就一个准圣级 你堂堂一尊准地级 为妈看到我就跑 难道是我长得太帅了 夜尘很自觉地 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逗自己玩 一句话 瞬间给他这 溅入家境的逼格 又增了一分 杀 短暂的荒神 身后的追兵 与他拉近了一大截 跑在最前的紫衣准圣王 距离他已不过千丈 而且手捏着杀生大树 杀 紫衣准圣王之后 铺天盖地的人影 如潮涌动 淹没了一片又一片天地 各个面目 凶宁如恶鬼 卷着肆虐滔天的杀气 见状 夜尘忙慌受了逼格 阿佩 受了思绪 玩命地开大盾 只是 他方才飞出不够万丈 便见前方空间扭曲了 继而一道光门莫名撑起 一道鬼魅身影 自内走出 买是一个紫发老者 大圣 夜尘瞬间看破了对方修为 虽比准地小老头而弱 但却也是无比的强大 最主要的是 对方身穿的盗袍 买是太清宫的盗袍 瞬时间 夜尘转变逃跑路线 那是大圣级 他自认一招都戒不下 好得了吗 那大圣级的紫发老者淡淡一声 声音飘渺而威严 已豁然抬起了手掌 横扫虚空 一掌之威 堪称蔑视 脸得半个虚天都崩塌了 夜尘顿然色变 想都没想 直接开了混沌界一想 穿上了魂天战甲 凝出了百道光盾 诸多防御神通并用 燃烧了圣体本源 血脉与稻则起颤 将自身防御 提升到修道以来的最巅峰 然 纵是如此 他依旧难挡大圣一掌 混沌世界崩了 魂天战甲裂开了 上百道光盾 恍如白纸一般不堪一击 诸多防御神通 也皆如百射一般 都在大圣那蔑视的一掌下 瞬间荡然无存 他吐血了 如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横飞出去八万丈 还未落地 圣躯已裂开 通体汽血湮灭到了极点 剪歇当场身死盗销 见此画面 太清宫 飘渺宫和至尊城的强者 纷纷杀来 待夜城亮呛起身 四方诸天 皆以被围的水泄不通 漫天满地皆是人影 追来看戏的修士也到了 散步在四方虚空 看着浑身是血的夜城 纷纷叹息了一口气 逃了四日 近千万里 终是难逃一死 小灵娃和蛮山他们也来了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直到此刻 他们才发觉不对 夜城必定出了问题 不然早该动天到顿走脱身了 他姥姥的 拼了 满山拎出了狼牙棒 狂暴气血随之暴露 听你妹 那有大圣 小灵娃和柳一芒 慌拉住了满山那丝 大圣也干 满山紧咬牙关 折服的力量在复苏 徐氏太过神秘强大 以至于四方之人 都不由得侧目 邦中多带着深意 你他娘的消停点 咱们这样杀过去 被一窝端了没商量 跑 怎么不跑了 三人谈话之时 骂声已起 甚是亢奋 摇看而去 买是飘渺绳子 太轻绳子和至尊绳子 皆如疯狗一般在咆哮 笑得争鸣无比 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这一天 不跑了 歇话 叶晨亮呛了一下 终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但并非放弃抵抗 而是在竭尽全力 想要破开仙伦眼的自封 这几日来他也皆是这么做的 若仙岩解封 死局便活了 叶晨 混沌顶中的若天猪雀 已是脸色苍白 语气中带着诸多愧疚 叶晨便是因为 就他才被追杀 已知被围在这苍原上 此番或许真要跪了 叶晨说着 又喷出一口鲜血 有些模糊的双目 看向了虚天 目光落在了 那正缓缓而来的紫发大圣 这便是招惹太轻公的代价 太轻公大圣君临九霄 神色冰冷地俯瞰着叶晨 其话语依旧飘渺 带着让人无法忤逆的威严 三尊大圣级 晚辈我真是好大的面子 叶晨先眉 贴了一眼紫发大圣 又看向了另外两方 那里也有光门显现 走出一个血发老者 和一白发老者 乃是飘渺公和至尊城的大圣 荒谷圣体 该不是无名之辈 飘渺公的血发大圣 捋了捋胡须 叫我叶晨就好 高兴的话 叫哥也行 叶晨有些伟大不掉 一句话把四方修饰逗乐了 都到现在了 还有心情搁这浪 后辈终究是后辈 至尊城的大圣也开口了 飘然立在酒消 明明是来瓜分圣体宝藏的 脸上却偏偏挂着 悲天闽人的神色 不晓得你们 有没有听过昆仑须 叶晨拎出了酒壶 我与他们家的神女很熟 还有大夏皇朝 九荒天 神殿 大罗诸天这些 我跟他们都有交情 哦对了 我还跟诸天见神喝过酒 一派胡言 叶晨一番话 惹得四方吃笑 满眼皆是戏虐之光 反正我化料这了 信不信有你们 若哪天恶难降临 可别怪我 叶晨喝得悠哉悠哉的 事到如今 他也没啥好方法了 只得凭一张嘴来拖延时间了 万一真把仙眼自封冲开了呢 圣区归我太清宫 对于叶晨的话语 太清宫大圣直接无视 而是瞟向了另外两方 剩下的 二位 看着自行瓜分变好 一如来前所言 圣血归我至尊城 至尊城大圣舔了舔舌头 那么 圣体元神归我瞟秒城 瞟秒攻大圣 笑得甚是阴森吓人 这么说 我死定了呗 叶晨又开口了 但却是摇头晃脑的 你以为呢 三家神子纷纷露出了森白的牙齿 若非自家老祖在此 他们早已杀过来生批叶晨 以血昔日被打败的耻辱 我都要死了 说两句一言不过分吧 叶晨直接忽略三家神子 看向了三家的大圣 三位都是的道高人 该是不会拒绝 圣体乃逆天血脉 老夫与你道出一言 挑秒攻大圣戏虐一笑 我死后 能不能给我立个牌位 仅此而已 哪能 还有很多 叶晨灌了一口酒水 完事儿 还不忘清了青嗓子 我这人有个臭毛病 不喜欢亲近的地方 你们可不能把我牌位往山嘎拉 一扔就完事儿了 最好给我找个人多的地方 放你家组店 我也是不介意的 还有 我喜欢角色美女 不穿衣服的那种 身材要火辣点 能搁上午那就更好了 我低个神呐 听着叶晨款款而谈 四方修饰眼睛都瞪直了 都知荒谷圣体战力无双 竟不知这扯淡的功夫 也是溜的一逼 真他娘的欣慰 小灵娃他们 也纷纷捂住了脑门 这他娘的事啊 这他娘是什么局面 见过浪的 就没见过你这么浪的 大除果是人才辈出 大顶中 热天朱雀也听得神色精彩了 能在这种形式还这么逗的 叶晨是第一个 都没见过这么奇葩的 玄晨的后辈 果然是个顶格的人才 万年难遇的那种 我 再看三家强者们 竟是都愣了 三家大圣也不例外 许是几千年 都未见过这么奇葩的 一时间都未能反应过来 晚辈以为 修道这事 不能只看机缘 人品有失也很重要 观众瞩目下 叶晨还在款款而谈 在常人都不知说这遗言 魏麻又扯到了修道之时 而且说的是 头头是道有根有据的 够了 三家大圣终时发飙了 这哪里是说遗言 这他娘的就是扯淡 说难听点 就是耍他们 在场所有人 都被这件人耍了 别急 后面还有 我 叶晨摆了摆手 淡话刚到嘴边便定住了 溜原的俩眼惊恶地看向了一方 神色也还有些发愣 不怪他如此 只怪这漫天人隐外走进来一人 更准确来说 应是个小老头 揣着手旁若无人地走了进来 而且走路都没事 要说那小老头 乍一看有点面熟 再仔细一看 还真就挺面熟的 就是先前坐下紫金葫芦上 看见叶晨就跑到那位准地 叶晨愣了 四方修士愣了 三家强者愣了 三家的大圣也愣了 纷纷看向了那小老头 都不知这货是咋进来的 从哪进来的 我想了想 是有些不对 一个准地 一个准圣 显然不是一个人 这事整得 差点给我下庙了 我说最近右眼皮总跳来着 八成是想多了 没睡好也说不定 准地也不怕 我也是准地 再说了 我也没惹他 没理由揍我 万众瞩目下 小老头儿就那么揣着手 在虚天上晃来晃去 四世有病 嘀嘀咕咕神圣叨叨的 四世对他人说 也四世在自言自语 要说 再常人也很够配合 俩眼珠就随着小老头 晃来晃去 而左右摆动着 就连夜晨和若天珠雀也不例外 神色很精彩地说 一时间 竟是都没人上前问一句 你谁 哪来的 嘀咕啥呢 以至于 本是主角的夜晨 瞬间变成了配角 很猛逼的那种配角 就这样 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所有人奇怪眼神之下 那小老头儿 终于不再晃悠 溜烟窜到了夜晨呢 自来熟地拉起了夜晨 啥也不说 拉起来就走 就跟自家的一般 我我是不是蒙圈了 被拽起的夜晨 很是猛逼地挠了挠头 大胆 见小老头儿 要拽夜晨走 太清神子跳了出来 哪来的诸如 我太清功要的人也敢抢 莫不是活得得不耐烦了 这位道友 放下他 你我便相安无事 太清神子一声呵斥 也惊醒了三尊大圣 缥缈的话语响彻天 言辞倒是没有太过激励 好似已看出小老头儿的不凡 多半是与他们同接的 来来 你仨过来 小老头儿摆了摆手 一句话而已 身在虚天的三尊大圣 便顿敢眼前一晃 再次现身 已是小老头身边 一天换的 三尊大圣惊了 在场人也都惊了 如此随意地挪移天地空间 这是何等大神通 相比他们 夜晨就淡定多了 他有先言 看得出小老头儿修为 准地的手段何等霸道 不知前辈驾铃 晚辈多有冒犯 三尊大圣当即怂了 王荒行礼 而且行的 还是晚辈里 让在常人又是一惊 能让三尊大圣称之为前辈的人 大概是何等修为境界 传说中的准地 不不知前辈驾铃 晚辈多有冒犯 三家的强者也纷纷行礼了 连大圣都称晚辈 更遑论他们 特别是太清神子那斯 差点当场下哭了 身体抖成了一块 感觉浑身上下凉嗖嗖的 看见那座大山眉 小老头说话了 整个人都飘在半空中 一手搭在太清宫大圣的肩头 一手指着远方 一座巍峨高山 字字是能看到 三尊大圣擦拭了一下冷汗 来 去那玩吧 小老头挥动了小手 上一刻还在身侧的三尊大圣 下一瞬就被送上天了 仨人如三道神红 直奔远方那座大山飞了过去 还在空中 划出了三道优美的弧线 不只是夜晨 在场所有人都仰起了脸庞 俩眼珠子 随着三尊大圣 飞出的方向而转动着 那姿势很霸气侧陋地说 很快 那个方向便响起了轰隆声 镇得这片天地都嗡嗡动荡了 虽然隔着很远很远 但在常人依旧能看到那里的画面 三尊强大的大圣 板板整整三个大字 紧紧贴在了那大山的岩壁上 看着那绚丽画面 所有人都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那是三尊大圣 竟是被人一掌抡飞 干脆利落到 让人怀疑人生 一瞬之后 但凡在场的人 又一次拱手俯身 对着小老头 行了一宗大礼 恩一掌山飞三尊大圣 这小老头是准地级 小老头摸了摸八字壶 脉动着小脚步 拉着夜尘消失在了虚天 他走后很久 这片天地都还静得可怕 特别是三家强者 各个是冷汗直冒 身体颤抖到僵硬 脸色苍白到惨白 说不出话来 就在前一瞬 他们只敢 自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也好似看到了死神 正对他们笑着招手 而且那笑容看得人 浑身毛骨悚然 不知过了多久 才见所有人反应过来 就如虚脱了一般 一个个瘫倒在地上 不少人都吓尿了 不是给你们吹 真的尿了 我就说嘛 那小子吉人自有天相 看着满地的人影 小灵娃他们 以勾肩搭背地悄然离去 得亏先前没莽撞地冲过去 目测 三家对俺们的悬赏通缉令 也该撤了 满山咧嘴一笑 好奇的是 那准地前辈 与叶辰失地是何种关系 柳亦辰赢了一生 会不会也是看上了 荒谷圣体血脉 这才前来抢人 一尊准地 不会这般没节操吧 满山不由地挠了脑袋脑袋 信我 叶辰绝对没事 小灵娃摇头晃脑袋 话语充满了深意 这边 叶辰被小老头带着 不断地横跨虚天 只敢眼前打穿山河一晃而过 先前被打出的伤 也被小老头 以大神通复员 她是不止一次地 看身侧的小老头 心中一时不止一次地唏嘘扎舌 还真是人不可貌相 就是这么一个个头 不足一米的小老头 竟是一尊准地级 这奇妙的世界 该找谁说理去 不过 唏嘘归唏嘘 扎舌归扎舌 她心中的疑惑未解开 那便是这小老头 为吗救她 她记忆中可没这好人 要诈天地说 再看小老头 倒是悠闲 盘坐在紫金葫芦上 抱着个酒葫芦 一边喝着小酒 一边哼着小店 坏坏的是没脸没皮的 她是赤阳子 混沌顶中良久 未曾说话的若天朱雀 不由地传音给叶晨 好似见过小老头 也好似知道小老头的来历 赤阳子 谁是赤阳子 叶晨忙慌问道 竟不知若天朱雀知晓 可曾听过东华妻子 没听过 叶晨想了两三秒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一却未听过 太虚子 逍遥子 无极子 天臣子 玄真子 云霄子 赤阳子 这便是名震玄荒大陆的 东华妻子 若天朱雀缓缓解释道 而你身边这老头 便是东华妻子中 排名第七的赤阳子 排名第七的都这么掉 排名第一的 该有多下人 叶晨心灵站立了一下 多半与剑神有一拼 非大地不得镇压的那种 东华一脉传承及其久远 相传其先辈乃东华女帝 做下的九大神将 东华女帝 叶晨摸了摸下巴 不由地瞟了一眼 身前的小老头 算是有点明白 小老头为马救他了 多半是因东华女帝 与帝荒的缘故 但凡圣体 皆与帝荒有渊源 这就解释得通了 传言那九大神 将曾联手 重创过地道强者 若天朱雀轻语道 如今看来 那被重创的地道强者 必定是天魔玉的大地 重创地道强者 这战绩还真是辉煌 叶晨不由地择了择舌 与你比就差点了 你别说 还真是 小子 你与六道是啥个关系 两人谈话时 一直和小九的赤羊子 缓缓转了身 一双迷离的小眼睛 聚光式地看着叶晨 目光还微不可查地 在叶晨右手指扫了一下 那是悬仓欲见 六道 叶晨眉毛一条 这才一起 先前赤羊子 为马看见他就跑了 感情是把他当作六道了 而且他笃定 六道曾揍过赤羊子 而且留下了极深阴影 不然也不会把赤羊子吓成那样 问你话呢 赤羊子依旧盯着叶晨 在等着叶晨确定的答案 那是我先祖难怪 赤羊子小声嘀咕了一声 怪不得你俩长得一模一样 先祖家云游四方了 过些天来看我 而且他老人家脾气不怎好 叶晨直接开扯了 腰板也挺直了一分 把赤羊子虎得一愣一愣的 以此来威慑赤羊子 以免赤羊子对他动歪心思 还还来 赤羊子身体一颤 只敢浑身不自然 特别是老脸 成功 叶晨心中黑黑一笑 按道六道的名号 还是很管用的 不说你六道先祖 说说你的六道先伦眼 哪来的 赤羊子缓缓收了思绪 又盯住了叶晨 而且还多看了叶晨左眼几眼 什么先眼 我不知道 瞎说 我都看出来了 太虚子的先眼 为吗在你这 太虚子 叶晨愣了 过了两三秒后 才试探性地看向了赤羊子 敢为前辈 你口中的太虚子 是不是名幻将太虚 不然你以为呢 赤羊子瞥了一眼叶晨 又抱起了大酒葫芦 江太虚前辈 竟就是太虚子 得到了确定答案 叶晨眉宇轻轻皱下了 看来西年传我先眼之事 并非偶然 江太虚前辈 是从诸天万玉去的大厨 所以 他必定是见过六道的 也正因我与六道长的一模一样 他才在临死前 将先伦眼托付给我 不然横月宗那么多人 为何单单选我继承 他的六道先伦眼 这便是冥冥中的定数吗 叶晨喃喃而语 无论是我的先眼 还是六道的先眼 亦或者红尘的先眼 揪起根源 皆是江太虚的先眼 不同时空的六道先伦眼 却在同一时代相遇了 而且跟江太虚 都有着不可活缺的必然联系 说不清道不明 又发愣 回答我的问题 太虚子的先伦眼 为何会在你这里 叶晨喃喃之时 赤阳子上前就是一脚 把叶晨直接踹醒了 我见太虚前辈时 他已是游镜登窟 叶晨缓缓说道 当时身边也没啥人 这才将先眼传给了晚辈 至今已有两百年 游镜登窟 太虚子死了 赤阳子身体实话 正正地看着叶晨 传我先眼后 便归继了 叶晨深吸一口 终是说出了这句话 他怎么可能死了 赤阳子神色惨白 小身躯忍不住地颤抖 有些难以接受这个恶号 堂堂准地 蚝中竟是瞬间饮满泪光 东华妻子同根一脉 彼此之间便是亲人 他怎会不伤痛 前辈姐 哎哎 我 他葬在了哪里 叶晨话都未说完 赤阳老头便猛地抓住了叶晨双肩 赋满泪光的老毛 布满了血丝 就是那般死死盯着 许氏太过激动 以至于用力太大 抓得叶晨肩骨都碎裂了 大楚 叶晨吐露了故乡的名字 嘴角还有一缕缕鲜血一出 怎会跑去朱天门 叶晨聊聊二子 让赤阳子手掌的力道 又中了一分 好似知道 大楚是何等的存在 一般人根本进不去 这也包括他在内 进不去大楚 便意味着 不能淫会太须尸骨 前辈结哀哀哀 叶晨再次安慰 一句话比想象中 更加苍白无力 他可有一言 赤阳老头终是放开了叶晨 声音变得沙哑了 语气带着哀伤和悲凉 本就迟暮的神态 也瞬间苍老了一分 太须前辈提到了皇 我就知道 他想的念的 终究是凤皇 赤阳子孝中带着沧桑 还有天须 叶晨停了三两秒 继续说道 太须前辈让晚辈告诫先祖 凡他先祖之人 不达地境急 绝不可入纳天须 天须 赤阳子笑得有些自嘲 神色朦胧 老某也浑浊暗淡了 叶晨张口 虽很想再问天须秘兴 却终是止住了 将太须生死 赤阳子必是悲痛交加 他怎忍心去打搅 保持沉默才是最好 赤阳老头并未在说话 只是默默地灌着酒水 静静地看着飘渺 似是一起了西年的真容岁月 那时他们 皆是青春正年少 纵他在节力掩饰 却依旧盖不住老某中的伤痛 显得更是苍朗 五千年岁月太久 模糊了沧桑的记忆 朦胧的岁月中 再也望不见那道盖世的背影 那是东华的太须子 也是他们的亲人 叶晨暗自叹息 能清楚地感受到 赤阳子心中那份古老哀凉和悲伤 曾经并肩而战 将传说谱成神话 沧海桑田却阴阳两格 如此一路无话 之间大川山河在眼前晃过 葫芦速度快到极致 叶晨不知赤阳子要带他去了 却不曾开口询问 一路都默不作声 直至夜幕降临 半天星辰高挂 才见紫荆葫萝在一座山谷落下 这山谷栽满了翠竹 很是幽静 朦胧的云雾 将这里弥漫得如梦似幻 就如浑浊城市中一方仙境 田径而优雅 祥和和圣洁 叶晨缓缓跟着赤阳子身后 静静地缓看着四方 这山谷可没表面那么简单 诸多地方都烙印着静止 乃是一座古老的法镇 翠竹眼印的深处 赤阳子驻足了 看向了前方一片阴晕的语雾 那里盘坐着一白发女子 她容颜堪称绝世 通体都环绕着仙霞 一缕缕白发也皆染着光滑 人虽在那语雾里 却如梦一般遥远 如一株雪莲 圣洁无瑕 更如一尊折仙 不染仙尘 她好似在沉眠 也不知沉睡了多九岁月 整个人都透着古老的气息 她萦绕其身的一丝丝光滑 也都带着沧桑 朦胧而梦幻 身负仙眼 叶晨自也能看到 深邃的眸中带着敬畏 因为她自白发女子身上 感受到了如剑神一般的气息 亦是一尊准地 除了这些 便是白发女子的本相 她并非是人 而是一只凤凰 血脉之强大 饶氏圣血都躁动 那是比朱雀还高一阶的神兽 她该不会就是 太虚前背口中的皇儿吧 看着看着 叶晨难语一生 不然赤阳子也会带她来此 这很显然是要帮太虚达成夙愿 事实证明 她的猜测并没错 不带赤阳子呼唤 那语物就缭绕了 凤凰四世觉察到了 六道鲜眼的气息 这才从沉睡中醒来 下一瞬 她便见仙光一现 还会反应过来 一道风华绝代的倩吟 已现身在眼前 她便是凤凰 将太虚归记前口中 念的皇儿 叶晨欲要行礼 却发觉全身都动弹不得了 被神秘的力量所禁锢 束缚她的 自然是凤凰 她一语未言 便是正正立在那里 正正地看着叶晨的左眼 仿佛看到一道古老的背影 她名幻将太虚 画面 好似在此一瞬定格 沧海桑田之后 竟是以这种方式再见 看得一侧赤阳子暗自叹息 这等相见 真是太过残酷了 微风扶来 撩动了她的白发 颤抖了她的娇躯 她依旧未曾言语 颤抖地抬起了玉手 摸向了叶晨左眼 似水美眸水雾萦绕 在月光下凝结成霜 朦胧了她的美眸 模糊了她的视线 凤凰落泪了 一缕缕泪光 划过凄美的脸颊 沾湿了古老的思念 六道仙伦眼也颤动了 似是看到了想看的人 竟也有泪滴滑落 眼见鲜眼落泪 凤凰忙慌抬手 拖住了那滴泪 将其悬在手心 那是将太虚的泪 西年封在了六道仙伦眼中 只有得见凤凰才会流出 饶视叶晨 竟都不知六道仙伦眼中 还封着一滴眼泪 赤阳子凑了过来 个头儿太低 整个人都是飘着的 上来便把叶晨扒拉到了一边 俩眼就那么盯着 凤凰手心的那滴眼泪 但见凤凰已抹干了泪光 不断扶手 将片片仙光 撒在那滴眼泪上 如此紧张地施展秘法 难不成凭借一滴眼泪 还能复活已死的江太虚不成 要不咋说他倒横不够呢 又怎知准低的手段 随着赤阳子和凤凰 不断挥洒着鲜光 那滴眼泪竟是微微颤动了 有鲜光流逸 仔细去宁看 那滴泪中 竟是有一道模糊的身影幻化 带到其面容逐渐变得清晰 叶晨的俩眼顿时瞪直了 那可就是江太虚吗 丙中燕妃也看得发愣 震惊赤阳子和凤凰的手段 太过逆天了 相比他俩言 赤阳和凤凰就激动无比了 一滴思念泪 给了他们希望 相比那绝望而言 这一丝希望充满了无尽的可能 两人瞩目下 扑闻凤凰思明 在这幽静的山谷中 显得格外清晰 那是一滴血 自凤凰体内飞出 被凤凰施法 幻化成了一盏神灯 将太虚的泪悬在了 那莲花上 受凤血滋养 助泪涅盘而生 只是静静看着赤阳子 将他的圣血 融入了那凤血莲花之中 帮太虚的泪化出灵质 至此 凤凰才转身 捧着凤血莲花 去了更深处 似是要亲自呵护 而随着他的离开 叶辰身体的禁锢 也随之解开 强大圣区 都如虚脱了一般 准地就是准地 一缕气息 都能将他压得动弹不得 赤阳子也如是重负 狠狠吐出一口气 拎出了酒葫芦 寻了一处舒服的 悠哉地喝着小酒 老谋多了亮光 神色也不再伤痛 仅凭异地泪 扔住太虚前辈重生 叶辰试探性地看着赤阳子 凤凰出手 便多半有可能 赤阳子悠悠一声 太虚子的确已经归绎了 可他的泪中 饱含着思念 那便是重生的希望 这还真是 叶辰唏嘘了一声 准地手段 果然若天造化 淡忘太虚子 能如凤凰一般 浴火重生 赤阳子谋中满是西记 说到凤凰 凤凰前辈是不是 东华女帝的后人 叶辰好奇问道 因为东华女帝 本体也是一只凤凰 西年子萱便是这么说的 不是 赤阳子答得很肯定 东华女帝 并未子嗣传承后事 那还真是遗憾了 叶辰挠了挠头 古来最惊艳的女帝 和古来最强大的圣体 他们若有孩子 必定是一尊万古剧情 别扯那么远 来 爷爷问你个事 赤阳子抬手 把叶辰拎了过来 许是因为自己个头儿太低 还很自觉地 把叶辰摁得蹲在了地上 也只有这样 他才不用仰着脑袋瓜子 跟叶辰说话 你是不是大楚皇者 赤阳子抱着酒壶 俩眼直勾地看着叶辰 大楚地识皇 叶辰回了一句 蹲着太累 直接盘腿坐下了 东华太兴可还好 老实说 不怎么好 叶辰也拎出了酒壶 话语带着一丝深意 不怎么好 赤阳子侧手 眉毛微挑地看着叶辰 为何天魔入侵 而诸天万玉 却并未得到丝毫消息 叶辰灌了一口酒水 缓缓说着 似是在讲着一段久远的故事 诸天门的轮回出了漏洞 天魔玉大帝军灵大楚 用击到天地兵遮了乾坤 那一战 大楚修士近乎全军覆没 这 饶是准地的心境 听到此事 也顿时如石化了一般 东皇太兴开了诸天轮回 险些生死倒消 叶辰语气也多了一抹悲凉和哀伤 天玄门人多是血迹了诸天轮回 死伤惨重 你说有天魔大帝降临大楚 赤阳子目不斜视地盯着叶辰 天魔大帝被诸天轮回压到了天境 被我斩了 叶辰忽略了诸多抗战的过程 直接道出了结果 再不愿提起血淋淋的历史 你你净涂了一尊大帝 赤阳子神色在变 满眼皆是亥然色 万古前帝荒先辈独占五帝 晚辈也自不敢辱眉荒谷圣体的威名 只有圣体本源 没有圣体神藏 这小子竟比地荒还跟妖念 赤阳子狠狠倒抽着冷气 就如看怪物似的 看着面前叶辰 大楚与诸天万玉的联系断了 不知流落到何处 叶辰抱着酒壶 直接转换了话题 晚辈是自空间黑洞过来的 用了百年时间才来到诸天万玉 百年前 剑神与大楚皇者 以前往寻大楚 此刻多半在回归的路上 这过程会是一段漫长的岁月 是我饮食太久了吗 竟不知发生了这么多事 赤阳子眉头紧皱 期间不止一次地去看叶辰 这个年仅二百多岁的后辈 给他的他太多震惊 让他准地的心境 也不由得骇浪滔天 前辈方不方便 与我说说天虚 叶辰一句话 打破了赤阳思绪 那是禁区 赤阳深吸了一口气 昔年东华妻子 便是抖上了天虚 才惹了无上存在 太虚右眼便是在天虚被夺 还不惜以自身封禁了神魔 岁月悠悠五千载 他终是生死盗宵 东华妻子 九尊准地级 对上那天虚禁地 竟也败得那般惨烈 五千年 东华妻子并非准地 而是大圣 赤阳子缓缓说道 是我等太过莽撞 直至败过才知道 纵西年 我们皆是准地 也一样斗不过天虚 连东华女帝 都束手无策的无上禁地 其实我等能招惹的 所谓的东华妻子 自始至终都是笑话 东华女帝都束手无策 叶晨惊了 对禁区已上升到了恐惧 你是怕天虚那位 跑来夺你仙人眼吧 赤阳子瞥了一眼叶晨 老实说 的确如此 叶晨干咳了一声 我怕他一掌拍死我 放心 你不入天虚 他不敢拿你怎么样 赤阳子话语带着深意 待拿日你圣体大成 再去与他清算 夺回仙辈圣骨 什么仙辈圣骨 你可知大成圣体沉战 自是知道 叶晨当即点头 诸天万玉 以他的死华奋荒谷与太谷 我的圣体本源便是他的 至今都还未与我完全契合 你的圣体本源是陈湛的 赤阳子的神色 顿时变得无比精彩 怎么 有问题 叶晨愣了一下 神藏呢 陈湛的神藏呢 赤阳子忙慌问道 为吗只有本源 天晓得 叶晨耸了耸肩 我在神哭得来的 就只有本源 不应该 赤阳子摸了摸八字胡 该不会也在天虚禁区吧 陈湛仙辈还有其他宝贝 在天虚禁区 我口中的仙辈圣谷 便是陈湛的圣区 被挂在了天虚山上 竟还有此事 叶晨眉头猛咒 体内圣血 不经召唤的涌动了 皆是古老式了 赤阳子深吸了一口气 西年地荒维护月商正宝 如战天魔五帝 月商成帝了 他却战死了 东华欠圣体 一个莫大的人情 东华妻子抖上天虚 便是为了迎回圣谷 也算是对圣体一脉有个交代 无奈实力不济 惨败而归 先被驱骨遭此大辱 晚辈也自当尽力 叶晨眸中 闪过了一道锐利的神光 已是打定主意 若圣体大成 第一个掀了天虚 倒是别忘了 叫上你家六道仙祖 赤阳子对着酒壶 哈了一口气 完事还不忘用衣袖擦拭一下 若说敢一人硬钢天虚的 我记忆中也只有他了 见过调的 就没见过他那么调的 我家仙祖还与天虚干过架 叶晨神色发愣的 看着赤阳老头 那何止是干过 赤阳子里了咧嘴 玄黄大陆五大禁区 被他挨个干了的辩 出来还是活蹦乱跳的 我强烈怀疑他是不是受过啥刺激 见谁干谁 准地被他干残的 一抓一大把 每逢一起那些年的事 老到我就莫名地感觉到脸很疼 不可否认 我家仙祖脾气是大了点 叶晨表面说着 心中却是震惊的无以复加 未来的他到底是有多强 禁区都敢打 要不咋说长江后 浪推前浪呢 赤阳子又是如看怪物似的 看着叶晨 你比你家仙祖更牛逼 竟是涂了一尊大地 要说古老传承 还属你家的墙 随便拎出一个 都是个顶格的调 所以千万别惹我家的人 后果很严重 叶晨意味深长一声 不说这事 我倒忘了 你这么调 为吗还被追杀 赤阳子依旧擦拭着他的酒葫芦 昨日若非我到的吉时 赤阳子嘴角一扯 直接不说话了 只埋头擦拭紫巾葫芦 叶晨也自敢没去 不再与赤阳闲扯 而是将燕妃放出了混沌顶 若天朱雀出来 虽未说话 但看叶晨的眼神 却是带着不可言喻的金色 今日若非叶晨亲口道出 他都不知 他还图过大地 叶晨一笑 并未言语 寄出了圣体本源 灌入他体内 继而便是诸多疗伤的圣鸟 纷纷捏碎 晶元一同融入 为其抚灭伤痕 若天朱雀这才收了心许 静静盘坐 任由叶晨为他洗炼朱雀血脉 不远处 白头擦葫芦的赤阳子抬眸了 看得并非是叶晨 而是若天朱雀 好似能一眼看穿他的血脉 心中还微微有些诧异 不知何时 还见叶晨收了圣体本源 缓缓吐出了一口浑浊之气 至于若天朱雀 伤势已无大碍 盘西在羽屋里自行吐纳 经由圣体本源洗炼 血脉精纯了不少 周身十二 还有一只猪雀幻化 夜晨瞟了一眼赤阳 便也盘西闭目 她的鲜眼已解封 或者说早已解封 昨日纵视赤阳子不施以援手救她 她也不会被诛灭 事实证明 她昨日被围杀时 扯东扯西拖延时间的决策 还是很正确的 至少为她冲破鲜眼自封 争取了宝贵时间 不至于太被动 天色临近黎明 凤凰自身处出来了 而且比先前多了些精气神 眼见凤凰出来 赤阳子盲黄起身凑了过来 一脸稀奇地看着她 凤凰一笑 背中沉淀了一丝魂 已将其放入凤凰仙池 加之凤血和圣血 她多半可涅槃重生 这会是一段极其漫长的岁月 如此便好 时间不是问题 得了凤凰确定答案 赤阳老头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精神瞬间焕发 神态也随之年轻了许多 一切还需谢谢那位圣体小友 凤凰抬眸看向不远处 盘西闭目的叶晨 笑道 是她为我等待了希望 也给了太虚希望 她的仙伦眼呢 你是否要收走 赤阳子抬头灌了一口啄酒 老实说 我憎恨了那双眼五千年 凤凰笑得沧桑 便是她 给了太虚盲目的自信 险些让东华一脉 在天虚全军覆没 所以 你不打算替太虚收回六道仙伦眼 赤阳子悠悠一笑 仙眼是太虚的 我无权过问 凤凰轻语声曼妙 若太虚能重生 是收是留 全凭他怨 由他为那小友互道 倒也不错 能让太虚传下仙眼 你对他就没点好奇 赤阳子不由地笑道 与六道声的一模一样 那小友该是六道的后人 凤凰坐下了 轻轻挽了一下白发 期间还微不可查地 看了一眼夜沉右手指上的悬苍遇见 太虚或许便是看中这一点 才传下仙眼 他可不仅仅是六道后人那般简单 赤阳子神秘一笑 也随之坐下了 话语带着诸多深意 你可知他身负的是谁的本源 难不成是地荒的 凤凰翘眉微平 试探性地看着身侧赤阳 并非地荒 赤阳子轻轻摇头 是那尊华时代的大成圣体 圣体沉战 凤凰被惊了一下 又一次看向了不远处的夜沉 还有更惊悚的 赤阳子话语悠悠 六道的后人 还是大楚帝十皇 只有圣体本源 没有圣体神藏 却是图了一尊大帝 这 饶是凤凰这尊准地级的心境 也被惊得豁然起身了 你沉眠的这段岁月中 发生了太多事 赤阳子并未继续解释 而是将夜沉与他先前的谈话 烙印在御检中 递给了凤凰 完事便起身了 我先走了 去寻福西 看能否为他逆天改命 真是扯淡 谁他娘的吃饱了撑的 将周天演话传给了他 说着 赤阳子便骂骂咧咧地 踏上了虚天 临走前 还不忘用欣慰的目光 看了一眼夜沉 那是 他修道来见过的 最惊艳的一个后辈 赤阳老头走后 凤凰捏碎了御检 摄取了其内的神石 神色却是在读取中 化作了亥然 竟不知沉眠中 朱天门还有如此变故 漠然间 他再次抬眸 看向了不远处的夜沉 准地的眸 除了震惊便是亥然 他难以想象 没有诸天万语的援兵 小小大楚 竟能挡住天魔 也难以想象 一个天静小辈 净图了一尊帝 此一瞬 他开始相信 江太虚西年 将仙伦眼传给他 并非是巧合 而是通过逆天仙眼 看出了什么 这才将希望托付给那个后辈 威风扶来 撩动了他的白发 也撩动了他的心境 让他突感 岁月漫长中走得太快 以至于转瞬之间 不觉自己 已是老了时代 语物缭绕中 他欣慰一笑 也起身走向了深处 脸部如梦偏仙 山谷依旧宁静 如梦似幻的美 时间也在悄然中 再次迎来了夜幕 又是一缕清风微服 缠着皎洁月光 让盘膝闭目的夜晨 和若天朱雀 都轻轻颤了一下 二人意识随之飘离 顿入了奇妙意境 诶 云命中 夜晨轻移了一声 缓缓睁开了双眼 入眼便见苍茫大地 高山巍峨凝离 长川汹涌翻滚 勾勒出一方大好的山河 他愣了 发正地看着眼前世界 这里可不就是 他的大楚故乡吗 鉴于有过此种先例 虽是诧异 但并未如前几次那般震惊 不过 时隔百年 再次梦回大楚 一路封城的他 心境是可想而知 两三秒后 才见他收了思绪 目光落在 处在天地间的九根仙主 他们皆是晴天立的 如昔年晴天魔柱 上贯九霄 下穿大地 他笑了 能看到那仙主 便证明诸天剑神 和大楚皇者 寻到了大楚 此刻 已在折返的途中 回归诸天万玉 也只是时间问题 心里想着 他抬起了脚掌 踏着飘渺虚无 一路飞一路 都张望 一如他所想 本源已毁的大楚 灵力已极度匮乏 整个天地都是死寂沉沉 人虽是见了很多 可他们的修为最高 才是灵虚境 连一个空明镜都少见 到处都是破败乡 似是蒙了阴霾 若遇浩天世家 他忍不住定下身 看到了浩天诗雪 和浩天诗语 除了他们 还有李章和陈荣云 以及他们的孩子 两百年幽幽岁月 早已为人父母的他们 接连去了锐气 多了长辈的温和 微微一笑 他默默转身了 虽很想多看几许时 可他不知 这梦有多长 或许下一瞬便会醒来 他想见的人 还有很多很好 梦回故土的他 又如一个风尘游客 在虚无中飘离 遥望了缠冤古城 去了一趟盘龙海域 在阎黄总部驻足 在东陵古渊 最后 他如一道流光飞入了南处 进了横月宗 落在了玉女风 玉女风颠 一道白发倩影 偏然而立 静静仰看星空 神色七美迷离 美眸似水朦胧 如一尊梦幻中的折仙 看得人心神陶醉 那是柳如烟 每逢夜深人静 皆会立在这里 寻找最亮的星辰 夜晨上下 打亮了一下柳如烟 神色变得有些奇怪 虽在梦境中 却依旧能看破 他的修为境界 很显然的天静修为 如假包换 看着看着 他不由得唏嘘了 竟不知大楚又出心黄 而且奇迹般的事柳如烟 这才过去多久 能在灵力匮乏的大楚 逆天疯狂 他的天赋该是有多恐怖 饶是他的心境 也为之惊叹了 还是你厉害 夜晨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 又是转身离开 临走前 还不忘用记忆精实 拍了一下阳顶天 徐福和唐如轩他们 离了横月 他又赶趟 去了青云宗和郑阳宗 但凡西年熟悉之地 皆会留下他的身影 逛了一大圈 还飞上了九霄上的天旋门 他赶得也是巧 天旋门小竹林里 人影满座 诸天剑神 东皇太兴 和大楚列位皇者都在此 其他还有不少 无一例外全是准帝 值得一说的是 他的到来 让在常人眉头都皱了一下 相互对视了一眼 又看向了四方虚无 奇怪 总觉有人窥看这里 能看到我 你们才通了神呢 夜晨抠了抠耳朵 很自觉地寻了一个角落 蹲在了那里 想听听这些准帝们 聚一块在聊啥 是我等多疑了吗 三两秒后 才见一个老准的轻语了一声 继续先前的话题 一白发准地 看向了东皇太兴 神女方才说 红尘是未来的夜晨 这穿梭时空之势 未免匪夷所思了 六道先眼夺天造化 以夜晨的天赋 能觉醒轮回 也必定能参破时空 东皇太兴轻语道 夜晨和红尘关系 毋庸置疑 如此说来 那六道 也多半是未来的夜晨了 玄黄沉吟一声 难怪六道强的离谱 禁区都甚为忌惮 太王深吸了一口气 未来的夜晨 究竟成长到了何种高度 以灯灵地近了吗 不惜年破风游走世间 曾有幸见过六道一面 东皇缓缓开口 以我得道行 竟是看不破他的修为 只知感觉甚是压抑 我与之战国 并非大帝 一直保持沉默的 诸天剑神开口了 大楚压制禁剑 以死的红尘弱 放在诸天万玉 其战力定势 与六道不分上下 月皇悠悠一声 我等也皆无一人 是他对手 可为何会有 两个未来的夜晨 战王皱眉头 来自不同时空 相比这些 我更好奇 夜晨与先武帝尊的关系 天葬皇手握着 一幅古老的画卷 与帝尊敬夜生的一模一样 这会是巧合 此话一出 蹲在角落里的夜晨 作画之人该是很用心 将其刻画得栩栩如生 纵是一幅画 也带着帝之威 一双神眸 狼天纳的 那是先武帝尊的画像 乃剑神所作 竟是与夜晨生的是一模一样 夜晨看得发愣 头脑也血运了 看着帝尊之画 就如看着他自己一般 除了气质有多诧异 其他五官轮廓 皆是一模一样 西年郑阳宗第一次见夜晨时 我也心有诧异 东皇太兴说起了当年事 不过却未曾太在意 世间长得相像之人何其多 如今看来 此事的确有端倪 或许不仅仅是巧合那么简单 身负帝尊的九五先言 这便是极好的证明 楚皇沉吟一生 帝尊西年走得匆忙 九五先言或许是他唯一留下的 帝尊老准帝屡屡屚 还有那太古洪荒 究竟又是何等的存在 若是能寻到福西 多半能推演出一二 另一尊老准帝说道 怪只怪他应结入世了 为留一丝契机 好似人间蒸发一般 一切只能回归诸天万玉再做定论 诸多矛头皆指向了叶晨 必定不简单 炎皇悠悠一生 无道真想见见我炎皇这第九十九代圣主 能图大帝 他身上究竟藏了何等惊天秘心 炎皇话落 再常人无一人在说话 吕胡须的吕胡须 摸下巴的摸下巴 目眸中皆闪烁着明暗不定的光 带着不可言喻的深意 再看叶晨 依旧静静立在天葬皇的身后 正正地看着帝尊画像 有些蒙圈 脑袋瓜子如江湖一般 思绪打了一个又一个死结 今日总算是没白来 若非天葬皇道出 他都不知 他与仙武帝尊还有此等渊源 此事若拎出去说 他能吹八百年都不待停的 诸位准地已纷纷起身走出竹林 叶晨忙慌跟上 更准确来说 是跟上了玄晨 而且很自觉地用记忆金石 烙印了玄晨的身影 难得梦回大楚故乡 他总要搞点有用的 诸如始祖玄晨的画面 若带回去给燕妃看 他必定感激落泪 说不定还是功德意见 玄晨飞出了天玄门 直奔北方而去 叶晨速度不慢 如影随形 如此 二人一前一后 来到了一座幽静的山谷 就如一片世外桃源 叶晨驻足了 认得这座山谷 昔年他在大楚时 曾是来过这里 这便是洛神渊 燕妃归继之地 玄晨还曾托梦 给他来此上香 都是古老的事了 此番一起 颇有感慨 沧海桑田 岁月蹉跎 他缅怀之时 玄晨已静静坐在竹房前 逃出了酒壶 独自醉饮 再回故乡 西年气概八荒的城隍 如今更像一耻目老人 带着满室的沧桑 独自守在这里 思议古老岁月 洛神渊还是洛神渊 可却已物是人非 玄晨还是西年的玄晨 唯独缺了燕妃 叶晨一声叹息 坐在了玄晨身侧 纵横想告知玄晨 他的燕妃还活着 可梦终究是梦 他无法连接现实 只得不断烙印画面 不知何时 他才起身 对着玄晨拱手毅力 缓缓退出了洛神渊 然 方出山谷 他便瞧见了一道熟悉的倩影 一时虚幻的意识体 自飘渺而来 如梦似幻的美 仔细一瞅 尽是若天朱雀 叶晨愣了 若天朱雀也愣了 雾光短短的一瞬交错 这梦中瞬时支离破碎 二人不分先后醒来 一如西年在幽兜 叶晨刚睁开俩眼 便见若天朱雀 如鬼魅般现身在眼前 一双似水的美眸 死死盯着叶晨 神色不可言喻 叶晨被盯得浑身不自然 心中甚有诧异 不曾想 又在梦中经见若天朱雀 而且一句话都还没来得及说 便纷纷回归了现实 不由的 他自怀中摸出了记忆金石 递给了燕妃 并非解释什么 若天朱雀结果 胶躯在颤抖 美眸中还有水雾萦绕 不用多问 他便知 记忆金石里烙印的是谁的画面 怪只怪他去得太晚 都还未进落神渊 便与叶晨一道顿出了梦境 着实是遗憾 微风浮来 他默默转身了 寻了一处僻静的 静静地看着玄尘 叶晨挠了挠头 没去打脚 伺下瞅来瞅去 却是未曾看到赤羊子 变观偌大的凤凰仙谷 也愣是也寻见那丝的半个人影 顿时 他有一种想骂娘的冲动 本想带着赤羊子 一道去寻转世人 就如昔年剑神道身那般 可借他准地的威势 省去不少麻烦 可谁曾想 这一觉醒来 赤羊子没了 走前连招呼都没打 正当他气急败坏之时 不远处的若天朱雀起身了 一语未严地向谷外走去 眼角还有未风干的泪痕 他的倩影 也甚潇瑟 叶晨挪动了脚步 却终是没跟上去 一是不想打搅了若天朱雀 也自敢去轻易呼唤凤凰 太须重生是大事 容不得打搅 他还是很有眼力见的 无奈 他只得坐在草地上 双手托着下巴 百无聊赖地等待着 天色临近黎明 他才抬起了脑袋 看向了山谷一方 有人进来 那是一白衣女子 通体仙霞环绕 如九霄下凡的仙子 不识着人间烟火 修为不算太高 与他同街 可血脉就极其不凡了 奇异的是 那白衣女子 竟无视凤凰谷禁止 一眼便瞧见了叶尘 顿时翘眉微平 神色中带着诸多的疑惑 竟不知凤凰谷中 还有外来的人 目测 该是凤凰族的后辈 叶尘上下打亮了眼白衣女子 一眼便看穿了他的血脉 也带凤险 却无凤凰血脉那般精纯 你是何人 白衣女子冷斥一声 许是在家娇生惯养 很是盛气凌人地说 凤之异象都显露了 生怕别人不知 他乃凤凰族 叫我叶尘就好 叶尘随意回了一句 叶又耸拉下了脑袋瓜子 本想好好聊聊天 可见他这般骄纵 自不会给他好脸 你为何会在凤凰谷 等凤凰前辈有点小事 叶尘依旧随意 撒谎 凤凰谷从不容难休踏入 白衣女子逼近了一分 瞎说 赤阳老头刚走 他也是男的 你 瞎 莫要无礼 白衣女子话刚出口 便被深处一道瞄瞄女鹰打断 凤凰现身了 如梦幻中走出的一尊折仙 圣洁无瑕 凤仙见过老祖 白衣女子盲黄行礼 锐气也瞬间脸于无形 叶尘见过前辈 叶尘也上前行礼 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了 不必多礼 凤凰微微一笑 俯首一道仙侠 没入了他神海 化作了一只凤凰 荣有凤凰道泽 勾勒出一道无形的屏障 竟是凤凰先欲 那叫凤仙的白衣女子 心中一惊 似是看出了那道仙侠 那是凤凰族无上仙法 饶是他的身份 都没有这等荣幸 却是被老祖赠给一个外族人 高高在上的他 怎会服气 多谢前辈 相比凤仙 叶尘就乐开了花 似也能看出那秘法的霸道 可守护神海真身 准地的馈赠 岂是说说那么简单 去吧 凤凰轻语一笑 淡忘他年再见 你已是一尊剧情 那很久 叶尘笑了笑 当场抠出了仙眼本源 物归原主 六六道仙伦眼 看着叶尘手托的仙眼本源 那凤仙又是一惊 竟不知叶尘 还身负仙族的逆天仙眼 让他着实难以置信 待他年再说 凤凰看了一眼仙眼本源 温和一笑 却并未将其收走 而是轻轻俯首 又将仙眼本源 送回到了叶尘左眼中 这这不好吧 叶尘干咳一声 等在这就是为了送还仙眼 凤凰近视不收 他的慷慨 让他有些意外 这可是逆天仙眼 他会为你护道 凤凰再次微笑 便如你一路守护他一般 谢前辈 叶尘黑黑一笑 拱手又是一礼 转身跑得没眼了 跑得比兔子还快 生怕凤凰返回 再给仙伦眼给夺了去 老祖 他到底是何人 为何有仙族六道仙伦眼 看了一眼叶尘离去的背影 凤仙极度疑惑地看着凤凰 许氏心中很不服气 又补了一句 为此 您老人家 还赠了那一道凤凰仙玉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家伙 凤凰轻语一笑 缓缓转身坐下了 看向了面前凤仙 你此番前来 可是凤凰族中出了变骨 那倒不是 是摇迟盛会 凤仙忙慌取出一张擎剪成了上来 摇迟的仙母亲自相邀 欲请老祖前往一续 特送来擎剪 我已知晓 你回去吧 凤凰接了擎剪 如一缕幽舞般消失 仙倒退 凤仙对着凤凰消失的方向行了一礼 便豁然转身 飞出了凤凰谷 继而直奔一方追去 那是叶臣离去的方向 一个准圣 你何德何能 也配拥有老祖的凤凰仙玉 凤仙冷笑 远远便锁定了而叶臣 脚踏绚丽仙红 速度快到了极致 凤凰仙玉 不错 叶臣一边踏天而行 一边沉浸在凤凰仙法的玄妙之中 许是太过入神 竟是未曾发觉 身后有人跟着 直至略入一片群山 他才缓缓驻足 眼眸微眯地看着前方须天 那里 有一座光门漠然幻化 一黑一白 两个老玉自内连眉走出 皆是圣人级 气息极其强大 眼的这片虚空 都翁龙颤动 叶臣眉毛一挑 瞥了一眼黑白两个老玉 便又回首看向了身后虚空 一道白衣倩影 以缓缓而来 仔细一看 正是那凤仙 前赌后追 三位这是几个意思 叶臣饶有兴趣地看着凤仙 知道又何必多问 凤仙语气清冷 偏然立于酒消 高高在上 俯瞰着叶臣 将凤凰仙玉交出来 那不是 你能染指的 但不知 是你自作主张 还是凤凰前辈让你来的 叶臣抠了抠耳朵 有区别吗 凤仙细虐一笑 冷漠的美眸中 有的只是轻蔑 当然有区别 叶臣耸了耸肩 凤凰仙玉乃 凤凰前辈赠予我的 他若收回 我自是无话可说 可若你要 抱歉 没有 敬酒不吃吃罚酒 给我拿下 探出手掌抓向叶臣 掌心皆是有风镜密法演化 又要一击镇压叶臣 叶臣不以为然 话都没说 直接开竿 一掌扫灭了 黑白两老玉的掌印 饶食两尊圣人的战力 也当场被震得登登后退 这么强 黑白两个老玉心中惊了一下 不止他们惊望 凤仙眉头也皱下了 叶臣战力之强 远远超乎了他们的预料 两尊圣人联手 竟是被瞬间震退 而且对方只是一准圣 扶墨 叶臣瞥了一眼三人 狂妄自大 凤仙一声冷笑 当即台币 金银玉手临天压来 一掌 容了诸多仙法 一有凤之道 则交之 威力堪称强大 你我皆是准圣级 你牛什么牛 叶臣逆天而上 一拳八荒霸绝无匹 还有 莫要再用你那高姿态俯看我 老子很不爽 瞬间 拳掌碰撞 轰龙声震战久消 凤仙完败 玉手当场染血 真是小看你了 凤仙面如冰霜 依旧高高在上 其玉手上有鲜光流液 伤痕在一息间完全复原 恢复力堪称霸道 我还有事 没空陪你封 叶臣直接顿走 一步跨过了虚天 你走得了吗 凤仙冷横 手中已多了一把赤色的仙剑 乃是一尊圣兵 一剑斩出了一条仙盒 整个苍穹都裂开了 叶臣皱眉 豁然转身 金色大手遮天 一掌抹平了混乱天地 就不曾留守 看来我有必要替凤凰前辈 教教你如何做人了 叶臣杀了回来 一掌劈碎了凤仙剑盲 翻手一拳 轰穿了浩宇虚天 任凤仙血脉强大 也依旧被打得登登后退 凤驱也染了血 你竟敢伤我 被一击重创 凤仙顿时咬牙切齿 他是何人 他乃凤凰族九公主 何曾受过如此大辱 而且 对方还是一个准圣级 他的高傲和尊贵 在这一瞬 被打得荡然无存 没掌劈了 你就不错了 叶臣冷冷一声 再次转身 留下 黑白老玉横跨须天 各自施法 再次堵住叶臣 滚 叶臣登然大喝 有些不耐烦 一个大摔杯手抡了出去 碾塌了虚空 两老玉方才堵上来 便被一掌扇飞出去 此一瞬 凤仙又追上来 眉心有仙光射出 幻化成了一尊宝塔 那是一尊可怕的圣兵 镶嵌着九颗神珠 刻满了古老仙闻 通体流光一彩 更有凤之一向环绕 威力不是一般的强横 导事情 叶臣拎出了混沌大顶 幻化成了一杆狼牙棒 一棒逆天抡上 甚是彪悍 将那灵天下的宝塔砸得粉碎 凤仙吐血了 本命法器被迫 他也遭中创 先驱再次燃血 整个人都横飞了出去 几座俏丽的山峰 因他的轰然崩塌 你当真该死 眼见凤仙受重伤 黑白老玉勃然震怒 卷着滔天杀气 扑向叶臣 手中各自捏着强大神通 那杀人之术 叶臣轻蔑一笑 一步登天 纵横九霄 火然抡棒 将黑衣老玉抡翻了出去 翻手一掌 又将白衣老玉 送上了飘渺虚天 黑白老玉也跪了 鲜血淋漓 比凤仙更惨 差点生死盗消 这都归功于叶臣特殊照顾 凤仙是凤凰族的公主 宝子自不敢下狠手 可你俩就不一样了 想杀我 就必须让你们知道 花为妈这么红 这次该是服了 叶臣摇头晃脑地收了大顶 转身跑了 杀 凤仙私营 追杀了上来 却被黑白老玉拦了下来 给我闪开 凤仙如发了疯一般 本来顶峻的一张脸颊 多了猙獰 美观大打折扣 也失了凤凰族公主的高贵典雅 公主切莫意气用事 白衣老玉还是拦下了凤仙 那人太诡异 你我三人连手都站之不过 我等还是从长计议为好 白老所言极是 黑衣老玉也盲荒说道 先前与之大战 老身已将一道凤凰追天 树落在他身上 又要寻他也并不难 莫不如回族请皇子们出山 以列为皇子站立 必能灭他 回凤凰族 凤仙豁然转身 声音冰冷彻鼓 响彻久消 心中对叶臣的杀鸡 已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 多少年了 在这东荒 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如此冒犯他 身份尊贵的他 如何能忍 这边 雕汉的叶臣 已窜到了八百里外 而且还在一路狂飙 他倒不是怕了凤仙 而是凤仙身份特殊 买凤凰族的后辈 加上凤凰这层关系 一旦做得太过了 他的境地会很尴尬 所以 一定意上来说 他是在躲凤仙 惹不起还躲得起吗 心里想着 他再次加快速度 如一道旷世神盲 划过了虚天 直至夜幕降临 他才在一座古城落下 城池不大 人却不少 纵是夜晚 也依旧繁华 街上人影传动 吆喝声不绝于耳 听说了吗 百年一次的姚池盛会要开始了 方进古城 夜晨便听闻四方一轮声 三五成群的人 聚在一起聊得正欢 此事早已传遍四方 想不知道都难 街头一老嗖 巴达巴达地抽着烟袋 深沉地吐着烟圈 像一老神棍 姚池仙母亲自相邀 东荒各大大势力 剧情和民宿都在被邀之恋 诸天见神也会去 不少人都眼光发亮地看着那老嗖 去不去我不知道 反正是没咱啥事 老头巴自了一下嘴 活了近千年了 我都不知那姚池的盘桃 到底长啥样 味道该是不错 许多人都扣了扣牙齿 哈喇子留了一地 相比那盘桃 我更想看姚池神女 有人咧嘴呵呵一笑 整个一副花痴模样 我东荒第一美女 一定是容颜绝世 东神姚池 不知何等人杰才配得上她 一帮大老爷们 纷纷摸着下巴一想 更准确来说 是做白日梦 若晚上能搂着姚池神女睡 哪怕是一晚 也是不枉此生的 那感觉该是很美妙 姚池盛会 寒陶 东神姚池 一轮声中 夜晨悄然走过 这一路走来 她不止一次听说姚池圣帝 那是可比见昆仑须 和九荒天的盖世剧情 有关姚池圣帝的传说 她字也听了不少 相传姚池一脉 也曾出过大帝 乃玄荒130帝的姚池女帝 是荒谷时代最后一尊大帝 她归继之后 万遇陷入动乱 浩劫席卷了整个修世界 这才有了划时代的大成圣体成战 无尽岁月 姚池一脉 可谓经久不衰 人才也是一代更甚一代 每一代的地路争雄 皆有姚池圣帝的身影 可谓群星璀璨 就如这一代的姚池神女 玄荒大陆最惊艳四个后辈 她就是其中之一 被冠以东神之名 仅仅这名号 就足见其强大 若是给其足够的时间成长 成为另一尊姚池女帝 也说不定的 该是很热闹 夜城抹了抹下巴 暗想着 是不是也该去姚池圣帝 摘几个盘桃吃 顺便再找东神姚池聊聊天 搞不齐还能逛几件宝贝 运气好的话 还能在盛会上 寻不少转世人 不晓得 若是让她知道 东神姚池乃转世人时 会不会很开心 心里想着 她驻足了一座庞大阁楼前 买是一间不小的赌方 都还未进去 便能听到里面的嗷嗷大叫声 一片压过一片 她并未立刻进去 而是满嘴唏嘘地看着 好似能透过楼门 看到格中画面 杂货正具在一张堵桌前 豪得脸红脖子粗的 她的运气不错 这座古城是有转世人的 而且不是一个是三个 都奇迹般地在这堵方 而且奇迹般地聚在一张堵桌前 妖王 鬼王 血王 真是好兴致 柔了柔眉心 她终是抬起了脚步 赌方内城一大剑 纵是环境布置的优美 可依旧乌烟瘴气 夜晨瞟了一眼四方 唏嘘一声 直奔不远处地 一张堵桌走去 赌方这地方她 可是常客 逢时没钱时 她都会跑赌方逛一圈 华氏被赌方主人请去喝茶 带出来时 腰包就鼓了 夜晨到时 这张堵桌毫得正响亮 赌徒们一个个 都如打了鸡血一般 压大的是一方 压小的是一方 皆是脸红脖子粗的 果然 在筛中掀开后 排山倒海的大骂声随之就来 赌赢的喜笑颜开 赌输的人 直接就骂娘了 若非赌方禁止私斗 夜晨直接无视其他赌徒 就盯住了一侧鬼王 妖王和血王 这撒谷样貌 倒是与前世一般无二 修为皆是准胜 并无特殊血脉 各个眼眸发红 看样子输了不少 有一种干架的冲动 哎 看着看着 夜晨便一声轻疑 目光从妖王他们身上挪开了 而是放在了他们身侧的一个胖子身上 更准确来说 是放在了胖子手握的一尊小鼎身上 顿时 夜晨的双眸亮了 那小鼎他有三个 与胖子手中的小鼎一模一样 他们皆是魔族之物 其内都有魔族的精血 西年江太虚曾说过 那鼎是魔渊的 至于龙共有几个 他并不知晓 知之那小鼎来历颇大 与魔族有关 多半不简单 没有多想 夜晨直接饶了半圈 把那手握小鼎的胖子拽了出来 你有病吧 被稀里糊涂地拽出赌局 那胖子很是不爽 与妖王他们一样 这货也是双眼发红 多半赌钱输了不少 道友 你这小鼎不错 卖不卖 夜晨眨巴了一下眼睛 丢 胖子愣了一下 不曾想到夜晨把他拽出来 竟是为了此事 这或许是他全身上下 除了衣服唯一剩下的东西了 至于其他 无论是法器 原石 但要这些 都已输得精光 问你话呢 卖不卖 见胖子发愣 夜晨伸手戳了戳他 这是可是我的传家宝 胖子小眼咕噜一转 竟然还不忘 对着小鼎哈了一口气 凡事还不忘 用衣袖擦拭了一下 价钱好商量 夜晨饶有兴趣地看着胖子 怎会不知 胖子打的是什么算盘 什么传家之宝 无非是想多卖些钱而已 这真是传家宝 夜晨不说道好 一句话 那胖子抱得更紧了 一万元时 夜晨直接拎出了储物袋 这不是钱的问题 两万 夜晨又拎了一个储物袋 我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再加一万 来 小鼎归你了 胖子倒是干脆 直接把小鼎塞给了夜晨 很自觉地抓过了夜晨储物袋 转身溜眉影了 生怕夜晨反悔再夺了去 好得真快 夜晨被逗乐了 目光放在了小鼎上 算上如今这一个 也有五尊小鼎了 魔鸳的鼎 到底藏了啥秘密 你吃屎了吧 又是大 夜晨端亮小鼎时 堵桌上又响起了骂娘声 尤其是妖王他们 豪得最是响亮 输得血本无归 闻言 夜晨收了小鼎 笑着摇了摇头 就要把妖王他们拽走 然 还未等他上前 便被一人从身后扒拉开了 带到他站稳 才发现 把他扒拉开的是何人 那是一个紫袍老者 乃或真价实一圣人 其道袍上有音乐和交扬图腾刻画 这丝可谓是来势汹汹 而且目标极其明确 那便是这张赌桌赌钱的赌徒们 更准确来说 因是妖王 血王和鬼王他们仨 日月神教 一桌赌徒皆是神色一变 好似以从紫衣老者身着的道袍 认出他乃哪方势力 加之圣人气息 让人心灵打战 三位 好兴致 紫衣老者细虐一笑 饶有兴趣的的 看着妖王他们 笑得甚是阴森 老魔中也还有胸光一闪一闪的 鼻子很灵吗 妖王狠狠扭动了一下脖子 这都找得到 即是被老夫寻到 那便 紫衣老者笑得甚是玩味 可一句话没说完 便被一只突兀出现的巴掌 扒拉到了一边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在常人顿时一愣 目光集体挪向了一方 很一致地落在了叶辰身上 因为方才出手之人正是叶辰 你哪冒出来的 老子看得正爽 就被你压得扒拉一边去了 叶辰骂得唾磨星子 漫天乱飞 惊得在常人一愣一愣的 俺们倒也疑惑 你是哪冒出来的 一剩人就被你这么扒一边了 你找死 紫衣老者勃然震怒 眉心鲜光萦绕 有圣兵欲出 我这抱脾气 叶辰当即抬手 一个大摔背手抡了过去 紫衣老者那圣兵法器 还未出神海 便被他一掌又给打了回去 当场 紫衣老者就跪了 遭受了恐怖的反噬 大口的咳血 都还未止住身形 便被叶辰一脚踹翻了出去 直接飞出了赌方 赌方之人纷纷抬起了头 俩眼珠随着紫衣老者 飞出去的方向 左右晃动着 要不咋说是圣人呢 那落地的姿势 都霸气侧歌的 一瞬间 赌场里进了 不少人张了张嘴 都还未反应过来 一尊圣人在一准圣手里 连一招都没撑过 这画面的确赏心悦目 当下 所有人看叶辰的眼神 都变了 就如看一怪物似的 你们继续 多赢点 所有人发愣之时 叶辰已拍拍屁股转身了 还在发愣状态的妖王他们 也被其收入了混沌顶 神人啊 看着叶辰离去的方向 漫长皆是唏嘘扎舌声 这世界从不缺妖念 与姚池比 还是差了点了 来来 继续 已有人收了目光 迫不及待地掏出了储物袋 一小插曲过去 赌方又一次热闹了起来 嗷嗷大叫声顿时响起 叶辰已走入了大街 晃晃悠悠地狠不着调 期间还不忘瞟了一眼不远处 那是一座酒楼 但已成废墟 四周围满了人 很快 废墟中爬出一人 正是那紫衣老者 先前被叶辰一掌轮飞 好巧不巧地 砸在了一座酒楼上 酒楼可不救他了吗 你给我等着 紫衣老者怒喝 在人群中 很准确地寻到了叶辰的身影 继而便亮枪的身体 踏上了虚天 逃得甚是狼狈 傻逼才等你 叶辰气了一声 直奔城中心地传送阵而去 可不会乖乖等在这里被群殴 日月神叫他听过 势力庞大 在看妖王他们 在混沌神鼎中有些猛逼 都不知叶辰是谁 更加不知叶辰为马救他们 而且救了之后 还把他们关了起来 叶辰直接无视 谈了三道仙光 划入了混沌顶 分别没入了三人眉心 低吼声当即响起 三人各自抱住了头颅 神色皆是痛苦不堪 叶辰看了一眼 便消失在了人群中 再次现身 意识成中心 去哪 守护传送阵的老者 瞥了一眼叶辰 双天古城 叶辰说着 递过去一储物带 至于双天古城 还是他的下一站 传送阵灯时转动 在即将消失的那一瞬 叶辰豁然侧手 看向了古城的北方城门 那里正有一道人影走入 头发蓬乱 衣衫蓝绿 神色木嫩 双目空洞 看似是人 却更像是傀儡和行尸走肉 没有情感 六道 叶辰眼眸微眯了一下 可一瞬之后 他瞳孔又猛地紧缩了起来 不是六道 是红尘